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战略管理的课堂 首先呢 做一个自我介绍 那么可能前面好多同学听过我的课 我给大家以前讲过市场营销 我的名字是张松波 那么下面呢 是我的微信号 好多同学呢 称我为波波老师 或者说波哥都可以 那么这门课呢 将由我来呢 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 什么是战略 企业如何去做战略 等等一些事情 好 首先给大家先看几个问题 第一个呢 发展到现在21世纪 经理们都有一些头疼的问题 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 天花板越来越低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现在的市场竞争 越来越激烈 产品的价格逐年下降 约5%到10% 那么价格的下降 直接是吞噬了我们企业的利润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地板越来越高 这是说人力成本 物资原材料等运营成本呢 逐年上涨 也是每年约5%到20% 也就是说在利润下降的同时 那么成本呢 是在上涨的 第三个问题 生存的空间越来越小 价格不易提高 成本不易降低 唯有努力增强生产力 和提高竞争力以求生存 那么如何去增强竞争力呢 这也是我们这门课要学习的内容 再看一下 中国企业发展中的一些困惑 困惑一 这个就涉及到战略管理的逻辑 面对许多的机会 不知道哪一个真正属于自己 那么市场中呢 会随时出现很多的发展机会 那么有的企业把握住了 他很可能什么 迅速的获得一个成功 有的企业呢 没有把握住机会 稍纵即逝 第二个呢 就是企业永不停息的扩张 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停下来 当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 有了一定的资金的积累以后呢 他总会想下去 进一步的扩大 那么这个扩张 也是有一定的速度的限制的 如果扩张过快的话 也容易出现很多的问题 困惑二 战略是高层管理者的专利 下属总是不能理解管理者的意图 不能站在管理者的角度 去思考他们的工作 好 说到战略这个词 企业里面的多数员工都会觉得说 战略跟我没什么关系 战略是老总们 是中高层的管理者们该考虑的问题 其实呢这是一个误区 面对市场的变化 下属显得非常的低能 什么意思呢 比如我们说市场 市场营销部门那些一线的员工 是他们直接接触我们企业的消费者 我们的顾客 他们接触顾客以后呢 会发现很多的问题 这些问题呢 可能由于这种误区的存在 他们觉得这是高层决定的事情 我没必要将我发现一些小问题 去向上一级一级的汇报 这是困惑之二 困惑三 战略管理是大企业的问题 那么尽管自己竭尽权利 企业还是原地踏步 以及看着其他企业 由小到大迅速发展 难道仅仅是运气吗 好 我们说战略管理 是不是只有大企业去考虑才对 答案肯定是否定的 我们说新兴的 你新成立的企业 甚至说在你企业成立之前 你就应该将你企业发展 一个整体的战略 将它规划好 这是我们现在发展中的一些困惑 我们再看一下 中国呢 很多企业出现了战略危机 给大家列举了一些 第一个 要不要多元化 那么在这里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什么是多元化呢 很简单 比如说原来你是生产矿泉水的 现在呢 你要去生产衣服 这就简单一个多元化的例子 要不要多元化呢 这个问题也是困扰一些发展中的企业的问题 那么多元化是一把双人件 那么做得好了 会将你的资金什么 充分的利用 有多种途径去获取你企业的利润 相反 如果做得不好 多元化 会导致什么 企业的一个利润的衰减 你比如说 举个简单的例子 霸王洗发水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 那么霸王洗发水呢 它走多元化了 它做什么呢 它做霸王凉茶 可能当我说出霸王凉茶 这四个字的时候 同学们都会惊讶说 霸王凉茶没听过呀 甚至更加没喝过 对 那么霸王凉茶呢 它运营了三年多 最后还是宣布失败了这个战略 也就是说多元化战略宣布失败 它赔了很多钱进去 第二个问题 要不要上市 上市呢 也是这两年 在我们国内非常火的一件事情 大家知道上市的最直接的目的是什么 融资 对吧 我想要获得更多的钱 需要再发展 当然 这其中不乏一些 想要什么 通过上市来 圈钱的公司 可能它本身的业务 它本身的战略发展一般 但是呢 它总想去圈钱 第三个 靠自己内部提升产能 或是兼并 还是战略联盟 也就是说 当你企业要再进一步的发展的时候 你就是考虑自己的 进行一个再投资 还是通过 兼并一些企业 或者说 与一些企业形成一个联盟 你比如说 索尼跟爱立信当年的联盟 成立索尼爱立信公司 我们都称之为索爱 当然 现在他们俩已经分家了 离婚了 那么这都是企业需要考虑的问题 那下一个 强化自己的哪一部分 好 很多的企业发展起来以后呢 当做了稍微 有了一定规模以后呢 会出现一个问题 我应该做哪一个主营业务 或者说 我应该强化哪一部分 因为你必须要在市场上站稳脚 你要站稳脚呢 不能依靠什么的这种全面的 或者这种浅的这种发展 你应该必须突出自己的一个优势 你比如说 就简单的例子 那么说京东 那么京东什么墙呀 它是物流墙 对吧 那么是淘宝什么墙呀 淘宝可能是它的商品种类比较齐全 这个墙 所以说 这也是个问题 再下一个 如何摆脱同质化竞争 那么说到同质化这个词呢 相信大家也不陌生 经济发展到今天 可以说 绝大多数品类的商品 已经出现什么 同质化现象了 什么样同质化呢 简单的说 你现在口渴了 想喝没混淡水 你去超市也好 你去便利店也好 你进行选择的时候 你发现 有很多的种类供给选择 这一个 第二个 你说我推出一个新的产品 获取了 在短期内获取了高额利润 然后你的金融对手看到 它马上会什么 模仿 对吧 我们有强大的模仿能力 模仿你以后呢 马上跟你还非常相似的产品 马上上市 这都有同质化 以及最后问题 降价 为什么降价呢 其实降价也是同质化导致的一个结果 因为什么呢 大家产品都差不多了 你怎么让顾客喜欢你的产品 除非你做的非常的什么 具有差异化 要不然就是大家可能都会都会选择降价 那么这是企业可能面临一些战略方面一些危机 好 再给大家说一下企业家的三大问题 做企业的时候 有这三问题需要考虑 第一个需要问自己目标是否明确 第二个 战略是否正确 第三个 战略能否执行 好 我们先看 如果 问你 提议 你的目标是否明确 如果你说是 那么我们往下走 再看 战略是否明确 也就是说根据你的目标 你制定的战略是否正确 如果这也会答是 就让我往下走 就说战略能否执行 虽然你战略制定出来 但是能否顺利的实施执行 这也是个问题 好 反之 如果问你战略是否执行 你答否的话 就证明什么 你的战略制定是有问题的 所以说呢 你必须回到上一步 重新制定你的战略 好 如果问你战略是否正确 你说否 不对 那么肯定有什么 可能是你的目标出问题 所以说你要返回最开始 那么 这是一个悬一环的过程 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可以 那么具体的目标了 战略制定了 战略实施了 我们后面会给大家详细说 下面的说一下 我们这门课程 主要给大家要传授的 给大家分享的知识点 主要呢 有这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呢 就是战略管理的一个理论 我们用一些成语来概括一下 这个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称之为 这个波云 区物 直面 真谛 你就是给大家讲述一些管理上的理论 第二个 战略管理的概念 概念上面的东西 万丈高楼 属于基础 这个也非常重要 第三方面呢 是企业的内外部的环境分析 也就是说 明察秋毫 慧眼时音 从你的环境分析中 你能找到你的机会 同时也能发现存在的威胁等等 第四部分 公司层面的战略选择 高瞻远瞩 运输 第五部分 竞争战略 及其选择 具体到 业务竞争方面的一些战略 我们称之为 华山乱建 优胜 略态 最后就是关于战略的实施 战略的评价 战略的控制 等等内容 行胜于言 持续改进的一个过程 好 那么整个这六部分呢 就是今后 我会跟大家一起学习的部分 再说一下 我们学习本文课程的一个目的 第一个 了解战略管理的 基本观念及方法 第二个 掌握战略管理的 基本理论 第三个 了解战略管理的 历史和发展的一个趋势 第四个 掌握企业战略管理的 流程 也说怎么一做战略 第五个 能够运用所学知识 解决其的实际问题 主要有这五个目的 那么再给大家提一些 小的建议 在学习这门课程的时候 第一个呢 积极参与课程的讨论 那怎么参与呢 可以大家在 网站的留言 微信朋友圈 或者说 在微信群里边的留言 我们积极的讨论 有关这门课程一些知识 第二个 联系 你所熟悉的企业的战略 去理解 这门课程的知识 也就是说 在学习这门课的过程中呢 大家 看到某个知识点 一定要积极的去 去想 去联系 你身边的 或者说你熟知这些企业 看到他们是怎么做的 第三个 思考 理论 如何帮助 实践 这也是我们一个 学习这门课的一个目的 理论必须要什么 帮助实践 以及 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我们 共同学习 也就是说 在这门课程 我给大家说一些知识 需要大家课下呢 再通过看一些其他的 参考书啦 或者论文啦 或者案例啦 去补充 去完善整个知识体系